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下周再起飞 三大看点 特朗普归来 救助协议 美联储纪要 再看九月飞农 细思极恐 今天是美东时间 2020年10月4号的周日 今天咱们的节目 主要分成两个大的主题 那么第一个部分 我会和大家 结合着周末的一些消息 来看一看 下个星期 是不是市场还存在着 很大的一些不确定性 能够导致市场 再次出现一些机会 那么第二个 我重新去读了一下 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而且和之前的一些报告 进行了一些对比 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数据 拿出来和大家讲讲 看看在这些就业的数据里边 到底还隐藏着 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好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第一个话题 我们说现在的整体市场 我不知道大家认为怎么样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可能不同的朋友 有不同的看法 特别是上个星期 咱们分析了一下 目前市场上存在着确定性 和不确定性两块 那么金融市场的投资 通常都是喜欢去追逐确定性 而且相对来说 对于不确定性表现的更加的谨慎 那么目前确定性在基本面上 很多的板块在四季度 有一个相对预期明朗的一些增长 那么不确定性 就是市场现在的消息面 存在着几个特别大的决定因素 有可能会短期决定着市场的走向 比如我们说关于特朗普的消息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医疗团队 在今天是发了一个最新的简报的声明 咱们看到其中提到的 非常重要的表述是说 特朗普有可能在周一的时候 能够从医院离开能够回到白宫 但是只是有可能尽快最快的是周一 那么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还是周三 其实这个都不是特别的重要 重要的是他传递出来的信息是 目前特朗普整体的状况 比预期中要好一些 那么其实我们说市场上 对于特朗普的这则消息的反馈 在上周出来的时候 整体是康开时有一些恐慌 但随后表现的比较冷静 那么市场虽然有一些承压 包括资金也走向了更多确定性 明确的板块上 但是咱们要知道 这个特朗普的消息 如果下个星期 他真的能够离开医院重返白宫 那么代表着什么呢 其实对于市场整体信心 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我相信这则消息会对市场的上行 产生一些推力 就是它至少能够有效的支撑住市场 所以这则消息 我认为在下个星期 是最大的有可能推动市场上行的因素 所以如果你看到特朗普说真的 我已经从医院离开了 再次回到白宫了 代表着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那么意味着市场还会受到支撑 甚至还因为这则消息有可能会加速的 再次上行一波 这里边是对短期的消息面上 它的一个刺激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那么我个人也是比较 相对比较的看好 在目前情况下 特朗普能够去再次重返白宫 回到白宫 然后和有一些的媒体报道的情况 他们可能是更加的激烈一些 认为比方说特朗普现在是不是吸氧了 是不是特别严重了 是不是有一些别的问题等等 但实际上我们咱们看到 包括今天周日 医疗团队出来之后 其实特朗普后来自己也出来 和大家打了招呼 看上去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所以信心 股市信心目前在这一块上 又出现了一些变数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咱们看到的 关于救助协议的事 救助协议这一块 同样还是来自于周日的消息 佩卢西这边已经明确的表示说 第二轮的救助方案 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 没有达成协议 看起来之前在周五周末的时候 周五周六两天的时候 说的是有可能 因为特朗普这一次的确诊 导致救助协议能够加速通过 但现在看起来 在周日最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佩洛西说还没有 所以这一块上 还存在着一定的变数 咱们说 之前上个星期讲过一期节目 说到的是什么 是目前的救助协议 它是不是一个投资者陷阱的问题 大家都端着手里的子弹 端着枪 都等着救助协议出来之后冲进市场 希望能够像今年的三月份之后 对吧 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那几个月一样的 大幅的向上攀升 因为救助协议能够解决很多人的问题 甚至说有人说拿了救助协议之后 是不是有很多的人拿了现金 又过来炒股买股票 能够把市场继续往上去拖一拖 都有这个想法 但是迟迟出不来 现在救助协议的第二轮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也不是特别的好 还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你保不齐说这个东西 哪一天突然之间就过了 因为毕竟还在一直在谈着 并不是说现在彻底谈崩了 然后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事了 但是下个星期很关键 因为再过两个星期 其实很多的议员都要回到自己的选区去 回到自己所在的地盘 去好好的把选举的事 好好的弄一弄了 那个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尽管我很不愿意说这个话 但实际上真的 其实在他们看起来 今年大选 他们能够去保住自己所在的选区 保住自己的在国会里的位置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比救助法案 从他们个人上来讲更加重要一些 所以下个星期其实非常的关键 看一看这个如果能通过 很显然对于市场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现在是不通过 大家一直吊着 一旦通过 那么市场的资金肯定会再次的进去买单 这是肯定的 所以在这块上 这也是短期消息带给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 但是这个不确定性 我们还是要这个时刻的做好准备 当然第三个因素是什么 就是在美东时间的周三下午的两点 下周三下午的两点 美联储会公布9月份的会议纪要 9月份我们说利率声明出来之后 其实跟市场的预期差不多 而且在政策框架上更加强调 要超出通胀2%的一个平均的通胀水平 所以那么在9月的货币的会议纪要上 我相信这个纪要也是更加偏割一些的 尽管里边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那么在下个星期三下午两点的 会议纪要公布之后 我相信对于市场来讲 人家是更加确定的 认为美联储这边还会对于市场 给予足够的支撑 暂时可能这个板子不会撤得那么快 但是维护市场金融信心的稳定 像这样的措辞一定会有 所以总理上它对于市场 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和利好 所以结合着这三点 任何的其中一点 它其实都对于市场的支撑和上行 都是有所帮助的 这个我们说是下个星期 会出现的一些不确定性 至于确定性 上周的节目讲过 就是对于一些确定性 业绩增长表现良好的股票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些板块 那些板块的确定性是比较好的 有回到合理的估值水平的机会 或者有回到合理的技术面 强大支撑位置的机会 那么都是一些做中长线投资的 可以去介入的位置 对吧 因为有很多朋友有问到了说 什么叫合理水平 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估值合理 要么是估值合理 第二要么是技术面的强大支撑 支撑它的技术面的上行 这两块都是属于合理的 如果两块能够交叉综合起来 那么这个位置肯定就是一个中长线 不可多得的好位置了 当然这些东西怎么去寻找 需要大家平常自己多多的去学习 这个要下功夫 因为投资它并不简单 必须要通过不断的学习 总结经验 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 各方面的综合的认知水平 绝对不是一个能够躺着赚钱的 那么简单的一个事 好 说了这个之后 我还是要今天来讲一讲 关于我在9月份看到的 非农数据的问题 9月份的我们说 非农数据是喜忧参半的 新增就业人口是在不及预期 但是失业率是有所下降 那这里边到底出现了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呢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 咱不妨来看一看 特别是对于哪些板块上 有一些行业上 是不是复苏的如此之快 未来还是不是能够如此稳定呢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数据 我对比了一下 看了看 在5月份和6月份 平均每个月的就业增长 就是非农就业人口的增长 大概是增长4%左右 那么到了7月份 8月份和9月份 那么就业增长 平均是增长了1% 5月份和6月份是什么时候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3月份大流行以后 开始4月份封锁 然后开始有救济 救济是一直到6月底 7月底 对不对 所以说5 6月份 这两个月非常的快 整体的因为救济的原因 包括像一些现金的发放等等 市场比较的稳定 但随着救济的时间到期 然后金额逐渐的耗干 进入了7 8 9月之后 就业增长就开始放缓 截止到9月份之后 截止到9月份 整体的就业比大流行之前 比2月份减少了7% 那么可能这个百分比大家没什么感受 我拿出这个数字来说 与大流行前相比 工作岗位9月份 比2月份减少了1170万的工作岗位 1170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其中大概有380万人 属于临时休假 就是可能公司要求你休假 我们公司最近没有那么多活干 那么这些人 他不是属于被永久裁员的 是有希望复工的 如果企业比方说 经营活动 更加的活跃 或者是拿到了更多的补助 那么这些工人随时可以回来 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 仍旧有超过700万人永久失业 这个数值和4月份 当时复苏反弹之后的数值 是差不多的 说明什么 说明从5月份6789 后面这几个月 实际上就业增长的人数 永久就业的增长人数 是没有这么增长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 这几个月实际上是经济在复苏的一个很快的阶段 但是永久就业的岗位却没有增长 代表什么呢 代表可能这里边还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的乐观 特别是对于一些特定的行业 特定的企业来讲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到底哪一些行业原本是在整个的就业大军里边占主要的 但是他们的恢复比较缓慢呢 咱们看一看 零售 饭店 酒店 娱乐 酒吧 还有牙医 这些的工作 这些的企业 在大流行之前 他们的就业人数占到整个私营部门就业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非常庞大的就业大军 都集中在这几个行业里边 当大流行开始之后 这些行业首先受到了冲击 因为就业的人数最多 然后你看 它大流行的时候有多少人丢到了岗位 三分之二的岗位都没有了 就这些里边 但是5月份6月份 由于当时的救助计划 包括PPP的计划等等 每个月的反弹都是10% 就是增长 这工作岗位你又回去了 之前临时失掉的 然后又回去了 但是我们看到 还是进入到了七八九月以后 没有救助之后 那么平均每个月只增长了2% 你看到没有 这个差别是非常之大的 也就意味着 占有私营部门三分之一的这些行业 他们现在的反弹 就业的复苏 也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而且在整个的七八九月份 市场已经是部分重启了经济 咱们也要知道 五六七八九 从四月份开始 从五月份开始 已经部分的重启 部分重启的情况下 就业仍旧不乐观 现在整体美国的失业 永久失业人口 仍旧会超过700万人 那么如果要恢复到 大流行前的就业状况 大概按照目前劳工部的统计 可能需要到2022年 今年是哪一年 今年是2020年 还有两年时间 才能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拿出这个数据来和大家说 主要想表达什么呢 告诉大家 目前由于这些岗位 或者这些行业里就业并不好 其实反映到的本质上就是 这些行业受到的创伤非常的严重 也就意味着 这些行业背后的股票 复苏起来要比较的缓慢了 如果你做的是短期的 波段的 比方说你做的就是属于 像利好消息的 或者说你做的就是属于 有新一轮第二轮的救助方案的 那么这个东西一旦出来之后 如果能有效的上攻一波 其实也就是 你当时的一个高点 大概是一个接近于高点的位置 因为它有很多的业绩 有很多的这些行业受到的创伤 是长期的 它不是说短短的 很好的一个伤口 几天就愈合了 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愈合 它是属于断手断脚类似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 如果真的有消息面的刺激 导致有部分的板块 部分的受创伤造严重的股票 大幅的冲高 其实你不能够想的太多 这是我从做短期的朋友来讲 你不能想太多 因为你要做长期可以 你放两年对吧 放到2022年它还是会回去的 但是有些企业回不回得去 扛不扛得住 会不会倒闭会不会破产 这是你需要去看它的资产负债表的 好吗这是我提醒大家的 就是你不要认为 如果这些行业突然间 因为有了救助大幅反弹 然后就能怎么样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目前在七八九月的增长 在经济已经在复工的情况下 增长非常的缓慢 就业增长很缓慢 代表着企业的增长非常的缓慢 代表着需求不旺盛 那么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所以从中长线来讲 它的速度很慢 它有可能它的股票到了一个位置 之后就是横住了 就不动了 或者是阴跌 或者是小幅震荡 那么这样的情况 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好吧 所以我拿出这个数据告诉大家的是 目前的就业状况不好 而且从9月份这一次公布的来看 结合了七八九月来看 会发现其实这里边还是有一些隐忧的 如果救助不到位 按照现在这个状况下去 特别是冬季现在新一轮的疫情 看上去又要来了 那么有多少部门 有多少的公司能挺得住呢 你可以不买股票 你可以不瞎买股票 不乱买股票 但请你要保持好你的现金 就是要把你手上的现金 你要给保护好 你不要是现在看上去有些股票低 好像它会很低很低的价格 你要看看它的低 股票不是越低越好的 股票是要合理 不是说股价越低就越应该买 不是这个道理 有的公司这个股价 它都到历史新低了 甚至比历史新低还低了 你看看它的资产费债表 有可能它会要破产 很多股票 破产公司的股票的走势 其实都非常的类似 就是跌破了历史新低 然后还在不断的阴跌 然后底部有的时候还在继续放量 还在往下继续下行 那么整体上包括资金这边 如果你去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它的资产费债表 非常的糟糕 可能只能够维持6个月 或者只能维持8个月 这种的大家就要规避 好吧 宁愿不买 你也不要去抄这样的底 这种底抄不得 抄完之后 你可能就怎么说呢 我们说这个叫做新手死于追高 高手死于老手属于抄底 对吧 高手是死于杠杆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一句老话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 对于整体的状况 不确定性还有的情况下 还是应该多去选择 确定性比较好的一些行业 这些行业里边比较好的股票 包括股票里边比较好的一些价位 这个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说这么多了 周末的时间就简单的说一说 希望对大家有一个更多的提振 希望下个星期有任何一个好消息 能够让咱们的市场看上去能够更加活跃一些 今天节目到这 那咱们就明天的盘扣 再见